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做一道家常版本的这个大蒜烧鲜鱼 这回这个大蒜我选的是这种独蒜 最香的最好吃的 这个最好吃 做一个家常版本了 等下加点其他料进去 好 现在我来夺这个鲜鱼 这个鲜鱼你看 沙拉的时候拿个口罩去 这烤了几哈 全是这个倒影子 你不烤了你做得稳了 是啊 这烤了好几哈才把它那种 这个鲜鱼剁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开始剁 你看 真真气息的 是吧 然后你从尾巴上来一直到这个地方 都不用盖它 就让它那么大 放进去 像这种的话就这样子竖着剁一下 因为这鲜鱼就越来越大了 开它的头了 开头的时候把它翻过来 从下巴开始下刀 一刀就搞定了 这摊柱没得好实在的 这个预测都没过正安静 它要抓点盐 给它洗一下 然后再放进去 再倒半瓶啤酒 倒半瓶就可以了 等下留半瓶来烧 把它刮洗一下 弄得溜出来 哎哟 这鲜了啊 这个鱼的鞋洗干净了 马上就要操作 就是说千万不要把鱼鞋洗干净了 再放着 放着的话很快就坏了 反而把这个鱼鞋保存在鱼身上面 再放进冰箱冰冻的话 它的鞋反而有一股保鲜的作用 这个黄鲜吸的就够不得 嗯 够就要糗 把这个鱼马下味 少一点盐 这个盐不能重了 因为后面还有调料进去了 少一点胡椒粉 然后把它拌勻 这个动作我们叫做薄 是不是 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 叫做薄 俗通话叫做什么呢 翻 嗯 我自然的话说是翻锅 不叫翻锅叫薄锅 然后再放一个全蛋 这样的把它拌一下 然后跟鸡蛋放同等量的这个生粉 大功告成 就是这样 三斤鱼配心算嘛 算多得安逸点 对半开就行了 然后准备这个酸菜擀 一坨老姜 然后放点泡椒 全部切碎 准备一块老豆腐 这个豆腐主要是弄下去增加它的香味 老豆腐把它煎一下 就更香了 这次再放一个茄子 我别家里面弄出来的 一锅够了吧 我给它切成跟豆腐差不多一样的片 茄子的话煎出来也香 还吸味 可以 好 开始弄 开始烧 你来煎这个蒜 我来煎豆腐来煎哈 好 四伯爷来煎蒜哈 要的呀 放一点油 来煎嘛 煎到一煎啊 倒一煎嘛 慢慢给它煎 把它煎煎 我来煎豆腐 这豆腐呢 放点盐 锅里面 这个是蒜的 那一炒 这个起起就出来了 是啊 四伯爷帮我加点油 帮我加油 哦 你还是适得哦 好 大方点嘛 大方点 对的 加蒜的 加蒜子 已经稍微喝大了 这个还煎不煎了 煎熟了 要哦 慢慢煎 你这个还没煎头 这个那个 煎熟了 没有煎头 哦 锅巴去 这下来煎得香啊 好 豆腐就煎得起烧 煎得煎不起烧 来 四伯爷 再帮我来点油 得要多点 锅子蒸都一瓢 来吧 好 现在来煎鱼 这个鱼下去哈 千万不要动 这种可以动 没有接触到锅的地方可以动 凡是接触到锅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动它 稍微煎一下就行 开始翻 好嘛 太煩了就行了 这个拿来煎一下 再来煎一煎 煎一煎 拿着哈 四伯爷 有点小伯爷 不分事 稍微煎一下就行 好 倒进去 擀一下 四伯爷 好 把大一瓶 里头放上面 这一瓶少了点 鸡胖 嗯 好 首先四伯爷说的花椒 花椒是要整夹的 好 花椒微微出微了之后就 下这个 然后下豆瓣酱 然后下豆瓣酱 好 把这个 把这个酸菜 我就是把酸菜炸到它 有点起口发干了 酸菜炸干的时候才有那个香味 下啤酒 下啤酒 啤酒是半瓶 然后放点酱油 然后放点醋 放点醋呢 让这个鱼肉更入味 增加一个回味 一点点 然后胡椒粉 鸡粉 拿鱼少微斤 好 煤一下 把这个豆腐攀到鱼上面来 把这个倒过上去 然后把这个放上来 小火烧 你不要蒸干嘛 就要蒸干嘛 不都蒸干了 小火焖了 就这样给它焖 焖它15分钟 水开开始蒜 然后我们摘一点这个 荷香 荷香在我们这里叫鱼香 一种叫大鱼香 一种叫小鱼香 大家看这个就叫做小鱼香 这个东西放到鱼里面 不要加热 就拌一下吃 特别好吃 四伯爷你帮我解开它 我来看它好多久就放穴子了 哦 好香哦 有一点点粘锅 但是不影响 我们稍微炒它一下 这个时候再补剩鱼的盐分 稍微偏咸一点点 必须偏咸一点的 好 然后把它拌一下 茄子下锅 好 别晃 下这个东西 然后是这个 耳朵条 还有这个姜 稍微炒一下 炒完之后再焖它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了 好 四伯爷 烫到 一般来说这种好吃的家常菜 为啥都少不了大酒一点呢 就是这个原因 有个说法就是 好吃的菜哈 家常味道好吃的菜 做不精致 就是这个道理 哦 可以 这茄子也烧入味了 好 现在撒入鱼香 这个鱼香 火香嘛 把这个鱼香撒得更紧 吃的时候再火 你看到香味一哈 赶紧不要拿盖子给它烘 稍微熟热就那种 我上菜了我还烘 吃完喽四伯爷 吃完了 赶紧 先北角吃起 好 赶紧 饭这个味 不然开一点 对 尹特尹尹尝尝尝尝尝尝尝 它有点水了 哎呀 不知道在找 这个汁比较干 好嫩 要把点汤汁吸着很安逸 要喝到这个 先熏啥 一块鱼香包着这个鱼一起吃 你吃鱼没找到这一块了 嗯 这一块是最好干的 真的哦 嘿 好嫩嘛 嗯 我这块是配 这个酸菜 可以 和了一块鱼 来 取得这要的 我上去取得这 全身入味 这好东西鱼吃也要 这好东西吃好东西 要喝到这个鱼香 配到酸菜和鱼 那个鱼就一起去 这一块鱼也要绵杂 嗯 这个鱼也要绵杂 这个鱼也要烧得啪 嗯 好吃 加点这个紫酱 加点这个辣椒 或者这个鱼吃特别好 这个蒜子已经趴下了了 哦 这个鱼也要点都不腥味啊 它还要肥 是啊 点都不腥味啊 它都容易啊 嗯 没兴起的 这个大蒜很粉 蒜好吃 好吃 吃 吃一块豆腐 那我吃的整的安逸 主要是这个鱼筋的去煮啊 嗯 鱼是不 嗯 这种风味也出的合适 豆腐是怕的 鱼子是怕的 鱼也是怕的 嗯 蒜也是怕的 嗯 这豆腐也安逸 四个豆腐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 拜拜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 实在的味道 味道不错 真的好看 就说是这个菜 用电磁炉也可以做 这个啊 可以 这个菜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这个 非常满意 嗯 嗯 咱们的羊鱼再拌 我吃了很多羊鱼 羊鱼 蒜 蒜啊 大蒜都是羊鱼 嫩的我讲啊 肚蒜 我说是羊鱼我吃了 我一直都说是羊鱼 这个一粒淀粉搞得很 嗯啊 哦 所以粉 就是这个道理 你少要在外面去熟悉这个东西 啥子味道你都请不到 我说是羊鱼 焯不焯鱼鱼嘛你说 焯鱼鱼 这个邪心鱼 这个邪心鱼 这样 诅